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2月24日 这是今天第五场,我点击节目 今天的心情超好,睡醒之后精神饱满 再给大家谈谈刚才看到几条消息 都是别的媒体没有的,给你们讲一讲 一个是什么呢,你看万维网刚才发表了点文章 非常有意思,讲到中国外长 中国外交部长的助理,他叫农隆 现在转任港澳办,这很有意思 港澳办呢,我在文汇报工作的时候 叫新华社,香港分社 那时候其实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时候,香港还属于 在习近平看来,还没回到党的回报 还没有完全控制,说一国两制 只是共产党派各个省市自治区 就是那些机关的公司 官办的公司全部撑入到香港去了 其实现在想就是接管香港 就全部接管了,地下党 没有辅导台面 你看各个省都有 市都入港办事处 出去派出这些人 咱们现在回想一下,都是特务 当时不知道 后来经历这么多的事 从监狱走一圈才知道,哎,恍然大悟 像大连说,财务部的某某某女人 他就突然间就调到,安排到香港 大连市政府中香港办事处 威富海的秘书,叫姓李吧 挺牛的说,他就派到这个驻港 办了政府窗口公司了,主任 很有趣的我告诉你啊,因为那时候刚开始 那政策活呀,可以捣点东西 而且你想,你是秘书退下来以后 你肯定把大连的土质产品通过香港做生意 赚大钱,那个时候没人管啊 就那时候当官,这弄钱弄老了 大连的花奖,那是海乐的钱 你想,这种小的还有更大的官 还有大的就更个不为的勇 你看教育部,教育部叫华大 有限公司,是吧 那个兄弟,这个绝对不够朋友,是吧 那时候我这,是教育发小 反正我都不讲了,是吧 但是我,我这本书里有的,我这个案子 他多多少少,应该他有一定责任 是吧,我认为,是吧 这个不许多讲,那是华大教育部的 你像那个,我就不一列举了 一个部都在香港做了,做了窗口公司 一方面做生意,另一方面渗透香港 就逐步的比香港全控制 表面是什么,董建华的特首,那都扯淡 现在终于明白了啊 包括香港文汇报原来是中共的一个 由地下党控制的一个什么 宣传,宣传部门 是不是啊,这个 为什么要给这个办事处理主任呢 半战的领导的档案放到广东省委八办 先传出于你们,八办就是一个安全局吧 广东安全厅的,便于控制这些人 那时候香港和大陆一样啊 只是没公开就是什么呢 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 世界经济导报,紫荆杂志 还有这个,那叫什么呢,杂志那些啊,媒体 为谁管呢,新华市香港分社宣传部 是不是啊,行的不管 这些终于明白了 那张俊生我见到好几次 他经常到国外来讲话 他口哉很好啊 这个很多事咱们都终于明白了 现在浮到台面上啊,也就是说这个 港澳办主任这个Q去了,我告诉你 你看特首,特首是傀儡 在听他们的,当然 他这个部门由于习近平现在相认 只相信夏宝龙 整个香港问题的权力控制夏宝龙 夏宝龙是习近平在浙江的老铁 啊,去认识夏宝龙的人讲 说夏宝龙啊,在浙江认知期间 被习近平搭办了的时候 就把习近平看得像神一样 他就发自内心的啊,认为习近平就是神 这个千古的伪真啊 从来就不得了 所以夏宝龙在任的时候 把那个浙江省的寺院 基督教堂全都砸了 他呀,他敢干啊 他是搞帝王治疗 推动习近平要当帝王 他是其中的一个君主立宪 所以这个夏宝龙 夏宝龙向他汇报 罗慧宁不行 罗慧宁属于习近平 把他看着两面人并不太信任他 罗慧宁是李克强推荐 因为李克强那时候还在任呢 就咱俩一个人推一个人出来 一块治理香港 就控制 就林郑一边要惹他 我要告诉你们自己去 夏宝龙最近不去了吗 那就因为夏宝龙意识到香港 下一步可能出事 要出什么事 这篇文章已经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看到这篇文怎么讲 他说日前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容 转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 要换人了 这个部门非常重要 那么说是在三年前巴基斯坦发生的一次爆炸事故当中 辞任中国驻巴大使的农容 险些欲骑 就才叫死了 就讲这个事 他说3月2月23号 中共国务院任命一批工作人员 其中农容被免去外交部部长助理之中 他以前是外交部部长助理 转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 那就证明上级这个很重用 这个人 他是56岁 曾长期在广西工作 历任广西防城港 市委常委副市长 市委副书理 叫贵港市市长 统战部部长等等 2020年任中共驻巴大使坦大使 23年任文教部长助理 现在是中央港澳办副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 事务副主任 就是习近平现在靠夏宝龙 夏宝龙选这个人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去接掌这个权利 哎 你们就不知道 他不可能告诉你啊 他说去年3月 中共宣布机构改革方案 就在国务院港澳办事务基础上 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 就什么都是党的领导了 香港更是这样啊 完全就是共产党控制 就习近平控制 农容任中共驻巴大使 期间差点发生了一个大事 也就是21年4月21号4点半 垃圾坦西南部 有这么一些就是算是一些匪吧 就是其实对于中共部吧 中共也在一路在那瞎整 当地也都有一些人员 这比较猛吧 你说他是肥也行 你说他是这些战士也行 就这么一些人 啊 他就是一路之省 这个首府黑达的塞伦纳酒店 停车场 就在那点搞一次炸弹袭击 四个人死亡 十二受伤 他是私底逃生 这挺有意思啊 是当时农容 他和中国筑卡拉齐总领事馆李毕建 李毕建 正在进行访问 中方代表他入住的酒店呢 是当地位一家四星级酒店 就是这个四星酒店的住在这里 习近的目标就是他 又炸死他 原因就是你搞的一带一路 在当地老百姓很烦 是啊 就整个轰他没轰了 他没死别人死了 就这个意思 原因是什么呢 他当时呢正在开会 如果他在现场他就完了啊 就讲这么件事 哎 问题来了 他这个意思说 这个人命很大 到香港就是叫转尾为暗 我不这样认为 习近平为什么派他来 那就是因为他经历这个世界以后 这种人一般经历这种事情 这个人就不一样了 就可能就是 比较抗打击 什么事都经历过了 不无所谓 是不是啊 这说明什么 哎 肯定习近平跟跟这个 夏宝龙讲了 赶快去换人 下一步搞不好 香港要出事 你就想想吧 习近平瞎折腾 香港反送民运动 搞来搞去得罪多少人在香港 香港的人99.9%都哼共产党 因为他们的父辈 爷爷们就讨港出来 就哼共产党跑了跑到这来 对不对 跑到英国殖民地 在那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 像黎智英不都是逃港 逃港潮啊 原本他这祖母就恨共产党 现在共产党追上来了 又继续迫害他们的孙子 你说他那不恨吗 但是为什么现在不敢搞事了 那就因为大家对习近平有最初的希望 希望是五大诉求 那不希望的民选特首 希望到绝望 绝望到什么 绝望到沉默 鲁迅不讲了吗 有可能有一天沉默中爆发的最可怕 你明白吧 为什么这个山东出事了 他不敢报道 就是老百姓草民变成暴民了 业界快干了 这是最危险的 这都往西平吓坏了 他知道这是个社会 动荡的裂殿时代来临的 他从崩盘州 不是崩盘州 从崽州时间开始 对不对 急要急不要 那不就是革命的纲领了 你看革命纲领最后一句怎么讲的 全国各地军人情 你看看 他不是仅仅对习近平来讲 对共产党 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 现在正在继续 你看最近这个山火烧了 那哪是山火 那是人点的火 船怎么撞断的桥 那是你老登不讲了 炒谷失败的 等等等等 咱们就算是一半是安全处理 一半是报复 这个规模已经相当大了 还有武昌企业来临的事 不是我在这儿忽悠 所以说你可以遇见到 火药一桶一样 运量的香港是下一个引爆点 为什么 那个地方遇下高流零利 社会一旦乱了以后 你想想 游击战争一定是爆发的 你想哪里抓 都得说怕打你枪 你就找谁 一定有很多人 就毫无疑问 你就想 你不仅仅政治体制改革 还倒退 还在抓人 还在抓 像周庭 跑到这儿还在抓 人不恨吗 人都是这样 如果生活有一点点希望 要合理非 和平民主非暴力 都能有温和 你给你整笔鸡眼的一些想 反正我也比较不活 咱们跟你搞一下 你知道西兵害怕了 所以他派浓浓缺 就这个意思 控制局面 因为这个要换人的 原来那些人都可靠 或者没有这个心理能力 这被西西国没死的人派去以后 可能超猛 给西兵想了 你又想当官 所以有些人说 他到了一个安全地方 你说错 那更危险 我要告诉你 这个一场革命气象来临 我的感觉 这次挡不住了 并不表明我补吹暴力 我现在反对是 主张和平 你再劝西兵政治改革 他不敢表现咱们 你讲 对不对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条消息 这个西兵 你别说 控制舆论也有些办法 是吧 前一段时间 不是重庆的公安局局长 呼鸣朗没有了 不是吧 是不是 外星就开始猜测了 抓了 抓抓抓了 大概率是抓 包括老江 是吧 我都认为大概率是抓的 哎 人习近平就是为了玩个坑 给咱们都愣进去了 是吧 故意藏着不报道 哎 刚才报道了 你看是 公共区域在这边 就是 2月23号 任命 山松德为工业信息管副部长 李良生为水利部副部长 张正文化流部部长 张正是因为崔永元这事 对不对 你看 任命胡明朗为经济管理部副部长 哎 人家不但被抓 还生了大官儿了 习近平故意逗你们玩 那习近平厉害 习近平保证略了 你看 我故意吊着你们 是吧 给胡明朗藏起来了 我就让你们大声抄手 抄着弯手 啥拿出来 不但没擦 而且生官 是不是 这说明什么习近平啊 这个我给你们开玩笑哈 这说明陈明儿 有可能获得作用 获得作用 这个胡明朗是陈明儿提吧 对吧 他那个是期间上了公安局局长 比如说上了以后 对这个陈明儿来讲是不错 那么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 外界传说陈明儿要抓陈明儿 我说他不能抓 这个我预测是对吧 是吧 我从来说不能抓 他对习近平 习近平再怎么也不能给小兄弟 他们给整 给整发了 是吧 尤其是爆发了 我起来事件 之后习近平吸取教训呢 也不觉得这么早 他也不就一巴掌 他这个往里去 要不打哪有这个事啊 那习近平也是心想 我绝对不能得罪 王晓鸥和这个 这个陈明儿的自家兄弟 那陈明儿的心想啊 要给胡明朗提吧上来 咱绝对不能送到监狱 至于腐败贪呢 咱们都贪 要不贪这当官干嘛 是不是啊 哎 所以这个陈明儿现在混好了 是吧 上次陈明儿发脾气 哎 因为外界传说 这个贵州抓了很多官员 抓孙志刚 抓一大批 实际主要是针对胡志 这个孙志刚 这个孙志刚 因为孙志刚参与了 金钻政变嘛 你不参与政 你他得站在习近平 假装看不见 叫这个 免得担风险 是吧 争执眼闭的险 免得担风险 你要得罪的习近平 拿放大线写没劲给你招呼呗 是不是啊 所以陈明儿大概率他不会得罪的啊 不过陈明儿那时候挺有意见的 所以政治局开会都不去 他娘们 你们爱咋地咋地 你这种理强不是吗 你就用他算了 你忘了当年 哥们在这个 各江日报当社长 你发表文章 是我帮助你写的自讲信息 是吧 今天你看 哎呀别生气 现在到天津去了 给陈明儿哄哟 陈明儿也说大哥 你我自己上来不行啊 你得给我明朗再给整上来 要不外界都说他出事了 你这不是我的事吗 啊 这个你看哪个不好 英纪管理部 正好缺一个副部长 上来吧 正好全我给你到头有这个 安全事故 这会儿胡明朗上来 纵任再见去治理吧 是吧 你看 习近平也很玩 会玩去来说 这我的感觉啊 这个陈明儿有可能下一路来人 进政治局啊 给这个角色 我看江王正小朋友说他要当政协委员 政协主席啊 这不太清楚 我的感觉好像 那么胡明朗受到重用 这就是一个信号 好 这是一条消息 再看另一条消息 官场都是这样啊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有人当官 有人被抓 是吧 被抓的愁得不得了 最上郁闷 啊 这个上天无路 陆地无闻啊 恨不得死了好 是吧 当官的呀 三个官一个乐的 是梦里笑出事 是吧 坏事来了 你看 西藏自治区 林芝市副市长 至公安局局长 任魏东 接受審查 这是11月24号发的消息 哈 给大家看看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你看着谁的铁哥们 这个是胡春华铁哥们 胡春华到了西藏第一任当什么馆 林芝 是吧 林芝的这个 林芝的这个 林芝的地位吧 我们西具体查 凡是从小地方哈 我记得他在这个调查馆 抓他的目的 是什么 说明西家军啊 就每天都在盯着 这个胡春华的地区啊 你想官场上 西明被西明捧抽脚有的事 都盯了他们 自然员早就掌握 哪些人经常到北京来 拎着这个虫草 鹿绒 熊胆啊 什么这些东西 是吧 土特产 西藏土特产多呀 去看老林岛 胡春华都不敢收钱 说心话 我认为他不至于收人钱 但是收点这些 这个健康 还有产品 等于没问题 我认为抓他的目的 就是为了建制胡春华呀 你看这魏东 有啥用啊 你这个名叫魏东 人家和魏东就纵有 对不对啊 你这个魏东 白魏东 同样不给你留面了 一样抓了 抓办 以后保证审查的时候就问 怎么样 你都给谁送你了 我给张三李师送 人经不起严谨考打呀 你想你公安局局长 那肯定人家 秘密就不揍你啊 你看王立军进去以后 第一个星期 两条腿端了 是吧 据说是好一顿揍啊 揍得奥 我的膝盖 直接给摧摧了 你以为开玩笑啊 跟这兜兜就是这么残酷 是吧 这个肯定是这个 这个人是 是任魏东啊 任魏东 你别以为你 模仿一何魏东 习近平就给你面子 你这个案子 实话告诉你吧 这是我大哥今天亲自抓这个案 咱们对你也不用行了 你以前在这个西藏 动不动就是 行行逼供啊 你应该吃的这个滋味多么难受 是吧 咱们就不用了 你赶快坦白交代吧 猪头到豆子 原汁原味都倒出来 啊 就开始讲了 都给谁送个钱 张三离四 不对 你还有 盟友的领导啊 说不定哭得浑滑了 是吧 这个叫什么任魏东 是吧 然后这个人就被愣在那房 你想想吧 小小门是吧 估计都放在那个度假村小宾馆 估计大概率先关到西藏自治区 那个党 这个党员活动中心 他都有培训中心 小黄医官 是吧 整几个这个 他不能整喇嘛看着 那喇嘛不能看着 整那个中心里的人看着 是吧 把他放在放在他自杀 问你一个星期 是吧 折磨折磨你 你吵起来 怎么样 老任啊 怎么样 想出来了吧 没了 都交代了 就就给人送了这么几千万呢 就明带一串是吧 他一派 对 他有一个姓胡的 你没给吗 姓胡的 我问你一声 想起来 他那意思是引导你监局揭发护村华 他不敢的 一护村华还政协副主席 他就不讲了 左一派 你不讲 不讲我们也知道 五年五月你曾经到北京 你去护村华家里面 哎呀去了 你去哪什么东西 早就盯上了是吧 这几天习近平让王晓鸥这些弟兄们都干嘛 早就盯上了 你当北京 他们肯定经常去北京啊 去办事啊 打电话给胡春华呀 老领导 我来看你 想你了 哎呀 喂东 怎么样 挺好吗 挺好 我来说 哎呀 哪里都干嘛 这 这 都什么东西 是葱草 鹿绒是吧 你看那个胡春华那么健康 白健康 都吃的 是补的 据说这个西藏 这个土特产可多了 什么都有 是吧 如果不给这个东西 给这个西藏的古董啊 据说有一个是头盖骨 有一个就是西藏里面的喇叭 有德高望重的 舌尼佛那头盖骨啊 做的那个工艺品 那是最值钱的 因为 藏民呢 他们跟我讲说 死了以后 都当天董啊 那老鹰呢 就给你这个尸体 咬的一块一块 包括头盖骨 就愣在那里 就那个东西好像是 在西藏是很 是非常热的 就古董 是不是啊 在这里 有个兄弟挺懂的 我和他一起到哈密 他跟我介绍啊 他说这个骨 头盖骨可讲究了 但是卖挺贵的啊 咱们买不起 只能在旺古兴探 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头盖骨啊 所以有些人愿意放在家里 看头盖骨 就分类的喜欢 什么都有 喜欢的人都有啊 我这开玩笑 就是说 他肯定见胡春华 不能空着手 他倒不至于送钱啊 胡春华不敢收钱 他和胡云桃一样啊 但是收点工艺品 收点古董 这个收点这个虫草 这个鹿融 好像问题不大啊 然后这个 这个专案做了那个那个 组长就 作为一派 一些狡猾敌赖 还有 你跟胡春华 还有送别送色 给你介绍女朋友 是吧 估计是这一条 我我认为啊 肯定是这样 穷最美 也蒙打呀 然后把这黑菜 形成内容了 给菜鸟一起 说菜鸟找习近平大哥 就呼呼 想胡老师了 是不是啊 这个 他一看 找了他一看 李希找了他一看 李希找了他一看 说李希找胡春华大 胡春华一听 胡春华一听 大了头 嗯 这样吧 给你传达一下习主席的指示 考虑到你还是表现也不错 没参与这个李克强的金融政变 呃 再加上吧 就收点东西吧 原本是领导准备给这个东西打架 得成价 你就属于受贵了 受贵是 呃 达到一定金额才能收啊 据说现在受贵的金额越来越高了 啊 这个说受贵2万以上 才可 才能够这些 插手 说打架不够 呃 正好是一万九千 九百九九 说决定 看你态度挺好 放一马 这胡春华一听 流流流流流满面 啊 伟大领袖 真是太太这个 真词了是吧 这是我给你们形容的小说 请你 我老江江大脸说 文艺部编辑啊 啊 后一半说 是纯属虚构 哈哈哈 这是我给你们开玩笑 他肯定是 任魏东啊 这个任魏东啊 抓他目的 就是整胡春华吧 整的黑材料 他倒不一定说动胡春华 让胡春华 你什么呢 卖身投靠 胡春华为什么表现那么好 你记不记得二十大开完会以后 大家都走了 胡春华原本是二十五个政治局委员 有他的名单 习近平搞了个阴阳名单 老胡气坏的 是不是啊 就给他拿掉了 拿掉胡春华走的时候 大家不都退场了 胡春华气的 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啥 啥意思啊 差点亮剑 是吧 这左右都有个剑亮出来 是吧 很生气 也没办法啊 但后来 胡春华想一想 你好啊 这个 何必那么忙 是吧 你没有权利 你不忙了 回家以后 春华他老婆挺好 怎么样春华 这几年就出去穷嘚瑟 从大学毕业就嘚瑟 老想当鬼 这会怎么样 有个做饭吧 是吧 胡春华肯定了 反正往晚晚起秀子 就开始给太太 又炒菜啊 又炖这个 打鼓 表现可好了 是吧 你看那个 我跟你讲这个不是说 这个虚构啊 大连不会是胡春华的 我当遇到这么一个人啊 大连市的副市长 洪云洞 洪云洞也就是类似这个 这个类型的啊 他是什么 他在波写上来之前 大林改革开放第一官的副次长 就是洪颜东 长得潇洒 他才五十来岁啊 谁喜欢他 他是清工业局的局长 谁提拨他 原来的局长是何灵 老何太太 一般女的门关都喜欢男子做手 是吧 他俩倒不论有什么事 那老何太太我很熟啊 就清工局局长老何太太 讲何灵 一下讲就真事了 何灵就提拨这个洪颜东 当了大天使的副次长 绝对政治新型啊 那时候波写来 在京州他当了县委副书记 见到这个 见到洪颜东都点头哈腰了 你以为他像以后那么狂啊 是吧 我跟洪颜东满输的 我俩是觉得老铁输得不得了啊 因为咱老到深圳去 那时候在深圳的变办变方通行证 我跟找他提醒 他给你签个字 你真的去办了 后来都全力下放了 就给那个变方简单站就行了 原先都得签字啊 得讲出理由啊 别人跟理由再到深圳啊 那时候我就想到深圳去 筹办香港回报洞比战 我这个人就是一想听 想起这个意思 洪颜东很熟啊 洪颜东不是带大连复制代表团啊 去考察 那时候刚走出国门 好奇就看那成人电视 就黄色电视 光是电视 好奇啊 这个带外经贸为这些杠 大概有十六个人 男的嘛 都是这样 哪只是天性啊 你要是雄性动物 我都主动 他愿意看着就看了 那个带叫麻雀 那时候麻雀水三级片 很黄 我没看过啊 然后回来以后 由于他和那个市民书记 必须是有矛盾 必须是恨他 一个什么 他是年轻的提拔上的干部 一直是老干部啊 我一人那个思想挺左的 他是大连 原先大连那个 这个师范学院毕业的 一次个老师我跟他也买书的 就举报他 就告他就这里 告到出北京你知道吗 然后给车子擦班了 那时候我正好在新华社大连城市 完了我们还写了内餐 就开会那天 就给宏盐洞车子擦班 当时老赵写的啊 我是指他的助手 赵长春 我跟他坐过车 老赵写通讯写的好 内餐 那是国内洞 他请上等 属于是机密 就是大连城市副市长 洪元洞 日本这个 这个意思 看这个阴灰录像是吧 受到这个纪律查处 大连城市正式会没等 但是大连城市委内部开会处理 洪元洞就回家了 撤职了 一路到底啊 告诉他回家 回家结束 回家去等着 我们来分配 不是自己人家 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老见这个人就这点好 朋友有个事啊 有难的时候 咱从来不去采购人家 反倒挺关心的 有一天我就走在那个 五金交电公司 我家不是有一些一号吗 就是洞元洞外的五金交电公司 这个胡同 哎 一下看红颜洞了 他那时候已经撤职了 回家了啊 他戴个荷帽了 见我还低着头 以前在那买书的 你想 你说我是记者 你想拿来北往 咱修的办公室 那肯定死 我说 哎 洪市长 他看着我 对对对 这叫江一叶 这边就叫我市长了 一看他这个情绪 特别沮丧 大了个头 哎 而且现在不是市长 你就叫我老洪吧 可悲哀了 我说哎呀 红市长 我还叫你红市长 你永远是我心目的红市长 是不是啊 我说没事 你当官官场 不就这样 欺欺负负负 遇到的错 这别上谎 说不定下来还能作用你 他很惊讶 怎么会呢 怎么会 他说骂的 这个邓谱方 他说邓谱方挺好 邓谱方在大连建的公司 不就那个 叫做残疾人协会吗 大连分会 他是民意会长 当副市长就给他挂个名呗 他瞎了以后 他就说 邓谱方啊 想重用 我聘我当这个 就大连分公司的 叫 他那公司叫什么 其实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是吧 有个公司的名 很赚钱的 残疾人的 开发公司 让我当总经理 也行 我说也行 妈的那个 老逼不同意 就逼其是很坏 他恨他 不让他干任何事 一路到底 就按照我现在这个想法 就汪汪大运命的词叫什么 哈放 打翻在地 踏上一万只脚 永远不得翻人 我是最烦这个 因为汪汪大运命 我十岁看的这事不好 我觉得整人 他不要整得狠狠 疾病教育 失恨之就行了 是吧 我就安慰他 好歹安慰他 很感动 我说你干嘛 哎 我现在在家里 给小宋做饭 他老婆姓宋 他老婆是五金 这个公司当委 这个经理 你不许问 我刚讲的故事 一点都没错 我记忆力特别好 完了我就安慰他 你回家好好保证 是你前面上火 上火又有病了 就完了 只要活着 或者总有希望 多年轻啊 你这没事 就观察这些破事 我鼻子永远干 鼻子是个老孤独 那个人世界很足 我也挺翻他的啊 但是鼻子很连结 他老婆还拎个包 天天买菜 我尽量碰着那老太子 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另外后话了 完了呢 这个事就过去好多年了 哎 就伯喜来上来了 是吧 伯喜来上了 伯喜来也恨老干 伯喜来就为了 让这些红元冬这些人呢 逗这个鼻子 逗这些老干 就把这个红元冬 踢不上来 又踢不上来了 因为他出现情况啊 那是四掌数的 红元冬 就把这外星冒外 这个工作都给他了 他说当官 当官开记者招待会啊 我现在开记者招待会 不如亲自主持 红元冬就主持 就是 发情节给随随 我那老将军 那时候就到香港回报了 我就扭了 我的手细代表 我做头牌 红元冬 谁都不理啊 一个大步过来 使劲为我 我这手啊 使劲的摇啊 那是发自内心的啊 哎呀 讲你讲你 来了 挺好吗 我说挺好 你这次给他好好报道过来 我说好 我从来不求半生 我对人半生 你问他 我们从来没求他半生 我要求他半生 肯定他能给办 然后呢 有一次我就 我们给他发了个稿件 我们我有秘书 当时有助手啊 发完了以后 就报钱 报样 就寄给他了啊 这都例行公事 和我也没有关系 哎 有一天咱们同事 给我一封信 红元冬给我写一封信 到现在我保留了 还挺长的啊 很感动的人 就非常认真地讲 前几天 这个兄弟啊 所谓就讲这 就过去这事 就是感谢你 香港微博对咱们 报道的知识啊 想进当年讲的话 哎呀 这这是你说的对啊 就没想到 红元冬 没想到自己 还能卷土重来 就挺有意思的 就是今天 我想进这个事 我都扯到哪里去了 这是讲当官的事 是吧 哎呀 我只讲 我这个忽明了 上来啊 表明这个 就是陈明儿这个人 这么讲 还是 听听 宗旨自己的兄弟 同时说 那习近平这个人 我跟你讲 他也不是白给 你看他 比中国搞成这个样子 他这兄弟们 都拥戴他 为什么 就他讲这么一些 像郭文贵讲的 小小 小叔啊 混不令 就混不令 是吧 你要出的办事 他绝对铁 他不可能想拨起来这样 一翻脸 就在往里去 其实他那个上当了 那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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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计划给他设个圈套 令计划就故意 挑拨他打仗 林计划知道 宝磊是最 最容易走 内部攻破的 所以他就先去查 王立军在铁岭吧 公安局的事 查出府外呢 就照些语论 叫抓他 他一听 一路前跑 找伯贤来帮忙 伯贤来不愿帮 伯贤不愿帮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伯贤想上 怕受他牵连 第二个呢 伯贤来就一心中 就一心他跟骨开来俩人 暗送求不了 有事 你看一个照片 骨开来给他松水 那本眼神顺着不正 只要让 以多种原因 就杀他个大人 这一杀 把一个时代的威幕降临了 对不对 要不伯贤就上去了 等他下一场吧 这给你们在忽悠不断 忽悠不断的故事 来评论 谢谢再见